小朋友,誰比較紅? 阿薩阿薩,紅很多的 以前就是,現在陳偉廷已經超越阿薩了 不信,來看福報師 范冰冰福報師三年八 陳偉廷首日百大壓過阿薩 記住,你們不要再說,而我不知陳偉廷是誰 昨日公布的2015福報師中國名人排行榜 近年進軍內地的William,陣富江 第一次上榜就排第七十位 拋離阿薩整二十五個馬位 就連收入都贏成三十萬人仔 這部真是吐氣揚眉 William昨日透過經理人Manny說 自己一直專心拍劇,很少留意其他東西 上榜很開心 至於贏了阿薩,就多謝大家看得起她 阿薩方面,雖然比男友超過 不過都沒有灰心 說自己過往一年專心拍初忌 接少了job,排名無所謂 飯爺都無所謂,應該 因為他今年又拿第一 連續第三年做盟主 做得盟主,收入肯非一半 一億二千八百萬人仔 更多過去年六百萬 主要原因都是武則天 和綜藝節目出彩中國人受歡迎 周董就拿第二,彭峰第三 柳華自從2010年後首次三甲不入 不過講到最特別的就是國際jam 從去年九十一位,坐火箭直升到十一位 看來很快上太空了 jam昨日回風我們說,覺得好意外和榮幸 不過自己只想做音樂